大家好,今天是8月3日,星期四 大市方面,北水也是日出日入,日出日入的 所以波動性十分之大,投資時應該要小心 今天來講,時侯雖然跌跌,相對穩定 因為板塊方面仍有一點,這些是少一點,即是上升 始終石油層天然氣會有起度 其他都沒有八字,都是要跌的 好,再其次看看哪些可以升 雖然好像有很多跌,但其中也有很多升 升是騰訊、盈富、友邦、恒生中國等 升得十分之少 除了小鵬汽車之外,阿里巴巴還跌 這次升得1%至下0.0% 美團升得0.0% 拜售今天升得多一點,1.0% 最多是小鵬汽車 在其次之後,我們來看看其次 其次是經過了這個頂位,有一個阻力之後 有旅客說給大家留意的就是 其次會不會是一個這樣的區間之內波動呢? 我講的就是昨天也有畫過這個頂位 在這裏,然後在這裏,然後在這裏上升 那這裏會不會是這樣跌下來呢? 這就需要看看 這樣跌,這裏跌多少是一個問題 最好當然不要跌得太多 如果能夠守起保利加通道的中軸 這裏的通道,還可以上望去這裏 首先,一定要守住保利加通道中軸 而保利加通道,有些抗活的跡象 抗活跡象如果能夠向上,比較好 接下來看看,有什麼股票可以留意一下 第一隻是順利玻璃,可以看看 留意一下,順利玻璃的股價方面 我們看看